大家好 我是莊吉生 職業網球運動員莊吉生 透過鏡頭大方介紹台北網球館 本該是體育賽事的比賽場地 卻牽扯藝人和建商的買房糾紛 原來關鍵就在於這網球館蓋的高度 民權動路六段的台北網球中心 花了四年才完工 從官方臉書公布的影片來看 的確某一些主體建築物的高度 影響到對面的建案視野 只是當初建商的確有告知 網球館的存在 但實際會有多高計畫還沒出爐 也因此讓法官認定建商沒隱瞞 判楊錦華敗訴 過去時不時有民眾反映 蓋好的房子和完工的長不一樣 也有人檢舉到公平會 因為說好的建身房 卻是機車腳踏車停車區 會議室也變成機電設備擺放的位置 曾經就有建商因此被罰款 買房的廣告文宣和合約 除了要看清楚 再簽名也得收好 可以先把一些這紙本的文案 或者是說他可能對於現場的一些模型 先做一些拍照 那這樣的情況如果說後續 真的有跟所謂的銷售的時候 說法不一 或是在廣告上面有一些不一致的情況 當然他後續也可以去做這個申訴 根據591新建案彙整的資料 今年的房市329檔期 包含六都和新竹縣市 總銷售金額雖然比去年少一點 不過新進場的個數 卻比去年增加超過三成 買房市人生大事 可別被建案精美的文宣蒙蔽眼睛 多問多聽多比較 TVB上黃富華和尚倫特別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